刚刚转身工,可以借按揭? 若然你刚刚转身工,又想置业, 又不知道自己新的工作证明和入息可否被银行接纳? 今次的短片为你解答,一定帮到你! 张小姐是个老师, 在新学年将会转到另一家学校任职科主任, 而且薪金增加不少, 但担心若然在9月才找到心仪的单位, 刚刚转身工未够3个月,会影响银行审批案揭? 正常情况下,银行审批案揭一般要3个月或以上工作和入息证明, 所以较稳的做法是等新工, 存够3个月或6个月以上的入息证明。 但若然申请人急需成组案揭, 市场上会有个别银行着情接受申请人, 即使转工未够3个月, 仍然可接受按揭申请。 申请人需要提供, 新工1个月和救工3个月的入息证明。 压测为何? 但要留意,由于新工未够3个月, 银行计算入息只会以低借为准, 即是以救工的较低入息,去计算压力测试。 除了入息, 银行审批案揭还会衡量不同因素, 例如新工收入稳定, 救工和新工属于相同行业, 新工市规模较大, 申请人的信贷记录良好等等。 即使新工未够3个月, 个别银行仍然可接受申请人以新工作的较高入息, 来计算压力测试。 市场上, 银行审批要求都不同, 应该要如何选择? 申请人可找按揭转介公司帮忙, 服务费用全面。 银行考虑过, 张小姐从事教育行业, 而且收入稳定。 新任职的学校属于传统津贴学校, 同时, 张小姐的信贴记录都良好, 亦能提供充足的证明文件。 所以, 张小姐可获银行以新工批出的按揭机会很大。